往前的争斗 高质量滚往后 这经典的章鱼坐飞机就来了 更多的防守弹斜线反调动 然后抓机会去打反击 面对年轻一代的冲击 这场比赛攻防打得有多激烈呢 大家好 欢迎来到24年澳大利亚公开赛的赛场 我是光颖 李子佳在印尼公开赛 遭到了昆拉伍特的阻击之后 在接下来的奥公里继续征战 首轮面对于印度04年的小将桑卡尔 李能否顺利晋级呢 开着上来 李先是快推到位底下拉开 然后调动大写线跑动 李强硬争夺 桑的摆速不错 逐动抓几乎强攻 李稳住 控网反抓起球 想强硬的网 这下被抓了 桑的重心就在往前一点都没动啊 这被抓的一点都不冤枉 还是拉高弧度到位底线 偏偏高 突然邓地抓了底线过度 李现在还是尝试在拉调中加入更多的变化 李连续失误后 桑激发突然一个假动作 就骗了李的重心 那你别说啊 这小将的小心思还不少 桑强硬不起球 就是不给李护场的机会 李强硬度往高质量 这下没了办法 桑也是知道李护场轻弓的威胁 就不想给李机会 桑直接抢弓 李弹斜线调动 桑还是不起球 李加里压住桑的转身 李桑摆脱 这比分落后 李还是想要行出轻轻突破的 桑继续加入停顿 去骗李的启动 桑回中路 让自己移动更短的距离 方便下压 李谢里挡网 抓了防反的机会 桑在下压球路执行 确实还是挺不错的 还是假动作 去限制李启动 李骗一片平高 来到往前桑又是假动作 李这下斩错高质量 往前的反手撬上明场面就来了 桑向回顶重复了李破坏连贯 结果李蛮横不将李就直接拦了下来 只要给李护场机会 这压力就非常大 桑后场破坏注意力 桑将李拉开 继续主动抢攻 李又会弹长斜线实现摆脱 扳机打斜线非常漂亮 现在的李 给比较到位的护上球 对手其实也不会杀出太大的威胁 就等着防守分斜线抓机会 切错不去球 花板皮杀打节奏变化 档回中路阻止下压 面对大斜线调动也不起球 继续主动抢攻 桑在场上的积极性以及下压战手执行 确实不错 李出高弧度限制进攻 桑主动抢攻 李就去趁机调动 主动比起球大穿 主动分球抢攻 李快推桑过定 又刮了过渡 就这种简单粗暴的抢攻 比威胁还比积极的 桑主动争取往前 李向回顶破坏连贯 反复的破坏中心 桑就是保持下压 还是斗往B击球 将回顶这次不到位 就被打死了 李这回合 都破坏连贯实在是有点执念啊 最终在桑的杀球出界中 李自己还结束 桑的战术就是尽量拿着往前 然后以自己的跑动和体能为代价 尽量保持下压或给李后场 因为一旦给李后场 自己基本防不住 李的失误有点多 他分叉就拉不开 来到第二局 桑一就执行下压战术 就是遥控网 自己主动抢攻 别管比威胁也打得很快 抽高弧度 然后调动斜线暴动 不起球就前队平推过顶 杀大斜线 再快推大斜线 桑的跟随都很弯强 反复的调点突 重复落点 向转身连贯的桑到底还是调整不过来了 又是直接抓退向攻 桑的积极性保持的是真的不错 偷后场抓摆托 他重复落点 调动中心 被倒地后防守还是很弯强 但是这也确实没有办法了 抢推比里后仰 想打大角度 结果贝里反复调动斜线跑动 这下抓了机会 分球比起球 机会不好压底线 调动大斜线跑动 继续推头领比后仰过度 方向加入停转偏重心 一继续推斜线 这下桑到底是被推出了转身 反正离现在还是在尝试去打更多的一些拉开调动 继续调动大斜线跑动 抓了被动细球 也就有一点我就等着你压 早晚会被调动出破战的感觉 想空往 但是给的很到位就压平高 你想抽鞋线 结果给抽大了 离这一场比赛的输入 还是给多了些 三只剑向弓 将接球控往李不给机会 将桑拉开 反复调动斜线毛洞 被动还是不进球 他急于后退这下背后击球 完全顶住李的杀上网 结果最后李还是主动失误 桑还是不断的去下压 一分开久的逼起球抓机会 继续攻队者动用转身大斜线逼起球 三强硬动往逼起球 一同球中的脸上还连贯 抓了百拨球 快速百拨攻往 反压平衡高比更慢的过渡球 主动抓过渡 落后的李还是更多的去寻求进攻上的组织 更往逼起球 直接抢攻 直接抢攻 李趁机协力分球 这下桑跟不过来了 来到第三局李还是拉开后 要弄桑的大斜线跑动 天洞推球桑也是强硬去拦截 再远一开 这下重心大幅度起伏着桑 就实在是调整不过来了 桑还是去主动上攻 一看长径和破坏连贯 桑就得非常顽强 披沙打节奏变化 听懂快去骗桑的重心 这下再抓机会 终于是有了 桑的摆脱挣扎能力 确实也是挺不错的 桑还是能下压就下压 一方反 连挽分出大角度 桑就跟不上了 前面满枪跟随的大量消耗 桑的速度开始有了下降 李直接抢攻 调动大斜线跑动 继续压平高调动斜线 前轮轮推 桑被动摆脱还是个擦网 不过还是抓了机会 桑的大斜线打到了这个时候 还能够挣扎 确实是不容易 滑板调动中心 抓了桑的被动中心起伏 不强击球 突然的强点推压 又打了桑一球的措手不及 桑不但速度慢了下来 经济上的下滑也是比较明显了 李直接抢攻 桑还是去尽力保持下压 尽力主动抢攻 练果比亚 这动作都变形了 还在努力执行战术 分球拿到机会 要平高调动中心 然后再插细线 第一局第二局这种简单的调动 到了第三局桑体能消耗后 就更加有了效果 桑主动向弓 可以抽象的方法 出高弧度桑还是去杀 继续加入停顿 想骗李的起动 最终还是被李的夸张篮球给打掉了 他就逼啊 往前突然加入停顿 结果李还是不击球 那就再斗 李想想推 质量不好 这下就被抓了 打到了这个时候 桑还是在想尽一切办法尝试改变 破坏节奏器得分 确实是值得学习 还是去下压 就是不起球 我自己保持主动 加入停顿去更多的获取往前主动圈 李斗网不给机会 这下被反打 体能的严重下降 面对李的分球斗网 节奏改变的被动调整速度 肉眼可见的下降了 继续努力去杀 大仙还是去抢点不起球 李就耐心将桑拉开 最后抓了推球 打了点杀拦截 最终在桑的直接抢攻出界中 登场比赛结束 桑卡尔作为一名零四年的小将 场上的战术执行能力非常的强 就是控网不起球 自己主动下压 不给李护场进攻的机会 另外在出手上也是很冷静 加入各种停顿 就骗李的启动中心 跟随的挣扎能力上也是非常的顽强 经常就是反复打下线 就是不挤球给机会 这么年轻这么有充劲 并且执行能力这么好 确实也是值得学习 李这场比赛的状态比较一般 主动失误太多了些 要不然可能就打不成三局的敖战了 好了 这是本期澳大利亚公开赛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喜欢这视频 欢迎长按赞赛赛连支持我一下 如果想观看其他更多内容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我是光赢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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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